我們再來看一下其實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 除了用我們剛剛那個線上去備的 線上去備的當然是很好 可是每一張都要去累不累 累嗎 還是有點麻煩 所以我們在這邊 再找了一些就是各位 免費圖戶給大家做參考 那比如說你如果要找一些小圖 你可以到這個icon banner 直接去找 上面就有很多那個小的圖示 你可以去選擇 比如說我在這邊 找一個給您做參考 好 這裡 他主要都是小圖 所以你可以點進去之後 找到你喜歡的 如果你這樣不知道要怎麼找 你就按 瀏覽就好了 下面有一個瀏覽 有分類別有沒有 很多嘛 那這個呢 好假設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比較popular的 萬聖節的對不對 各位最重要的是什麼 找給你的都是有這一種 一定要去備好的嘛 我們才要用啊對不對 還要叫我自己去備 太難了 比如說你要這個按一下 直接下載了有沒有 就下載下來了 你就可以拿去用了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因為這邊都是比較小一點點的圖 你可以點進去 他有的還可以選擇尺寸 有沒有發現有不一樣的尺寸 對不對 那一般來講 因為要做icon的 通常是在最大就是512 最大就是512 基本上應該是夠 如果這個不夠的 你可以再找這邊 有一個叫open clip art 這個呢 就有點類似我們office裡面的 叫做 那個叫美工圖庫 那概念 只是這是open source的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找 點org 點org 好進來了 那這個網站比較特別的在於說 他上面的圖片其實都是向量的 都是向量的 比如說 好 你要找個 好吧 就這個系列的 聖誕節快到了 點進去 平常我們會在這邊就直接抓 可是其實他本身是向量的 所以比較特別在於說你可以直接線上編輯 看你要什麼 比較特別就是說 今天如果這張圖 你不夠大 或者 你要找更大一點的 平常你直接在這邊按一下 他就是預設就這麼大 有沒有 800左右 可是我說要更大張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在上面 這裡有個說明 你直接告訴他 你看他有寫了 我預設的解析度是800像素 對不對 那我希望1600的 你就打1600 再按下去 他就給你1600 有沒有比較大張的 這樣了解了嗎 因為他上面的圖片事實上是向量的 那變PMG之後會變成點證圖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說你要你的圖是多大張的 所以這樣就比較容易適應不同的 那一樣 他有不同的類別你可以去選擇 他有幫你做好一些分門別列 最重要是這些圖片你在用的時候比較沒有版權上的問題 實際上各位我不知道你的Office是不是正版的 如果你用的是 微覽 Office裡面那些圖片 事實上也是受版權保護的 假設你沒有 沒有買正版的話 那個圖基本上也是不能用 也是不能用 所以你透過這種 免費的 用Open Source 我們再找的話 會相對 比較不會有版權上的爭議 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 你可以去 參考看看 那線上服務 我們剛剛已經有找過了嘛 對不對 所以 了解這樣的之後呢 我們就 待會再看一下 Place還有哪些 你應該知道的功能 好不好 我把他們就 先還給各位囉 好